這裡的最後一段要交的是光年 光年是光走一年的距離 9.46乘以10的12公里 大約9.5兆 這個數字不用背 歷史上從來沒有人問過這件事 歷史上從來沒有人問過這件事情 你看一看抄一抄就可以了 但不需要背它 9.46乘以10的12公里 約9.5兆 重點是 光年是光走一年的什麼 距離 叫什麼單位 長度的單位 距離的單位 不是時間的單位 它不是時間 光年年了年了一年了兩年了 時間了不是 它不是時間的單位 它是距離的單位 它是距離的單位 長度的單位 所以光年是長度的單位 距離的單位 光走一年的距離 9.5兆公里 考試考什麼 考試考這個 織女星離我26光年代表什麼意思 光從織女星過來要花26年 光從織女星要過來要花26年 所以你看到什麼東西 你看到是26年前的織女星 三年前第一顆我們會再說一遍 所以我喜歡說 每天晚上起來抬起頭來看星星數月亮的時候 一眼看盡五往今來 這顆星離我五百光年五百年前的它 這顆星離我七千光年七千年前的它 這顆星離我十萬光年十萬年前的它 抬頭一看看盡五往今來 七千年前十萬年前都落在你的眼前 OK 五百年前的眼前 所以這個時候織女星比我二十六光年 就表示光從織女星過來要花26年 就表示我看到二十六年前織女星 發生過之後每年都會講這個故事 新設的中心就是負責考學設考會考那個新設中心 用這一題來證明台灣學生讀史書 史讀書 讀書 當年考了兩次 第一年 第一年的考法 跟當時參考書的考法幾乎完全一樣 織女星離我二十六光年 下列迅速何者錯誤 我看到二十六年前的織女星 光從織女星過來要花二十六年 人類坐太空船飛過去要二十六年 沒錯嘛 太空船慢太多對不對 沒錯 這一題大家幾乎通通都寫對 這個考法跟當時參考書的考法幾乎完全都一樣 第二年再考一次 天堂星 天堂星離我八點六 八點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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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點九 天堂星離我八點六光年 一光年九點四六乘以十二十二十四方公里 所以新作用這題證明台灣學生史讀書 讀書史 因為這個考法參考書之前沒看過 沒考過 前一年考法參考書幾乎都是 考的都完全都一樣 有寫過就會 沒寫過就不會 觀念一樣還是不會 老師根本就沒有懂 沒有理解 希望各位不是這種人啊 希望你們不是這種人啊 重點是要理解 光年是什麼單位 長度的單位 距離的單位 什麼叫光年 光走一年的距離 所以我們兩個如果相距離 如果相距離五光年 什麼意思 光從你那邊跑過來要花五年 你的光進到我的眼中 看到你了 這個你是五年前的你 這個五年前的你 就是這個意思 希望你能夠理解 不要那個傻傻的 亂亂搞 這樣子 不要那個死讀書 讀史書 讀書死啊 不是 希望你能夠了解 就是光年 很簡單 我都有問題嗎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